他们携手共度婚姻30年 为什么今天何先生却突然提出不想过 不得夫妻之名到底从何说起 他们的婚姻出现了怎样的危机 调解现场是什么让何先生忍不住情绪崩溃 接连大哭 他们的婚姻在观察员眼中到底是怎样的 我觉得你们是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 这样的一个种果树的方式 别说收成估计树都得死 觉得自己有一点点把柄 你就可以对人家动刀子吗 今天这场岌岌可危的婚姻 是否还有一线转机 本区三年的他们会在调解后 做出怎样的选择 一起走进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周女士和何先生 首先了解两位当事人有什么样的诉求 姐姐家庭矛盾和家庭暴力这一块 如果她有错 她向我真诚地道个庆 家庭矛盾就是 她仿正就是没有的事 她说有那个事 就是 什么方面的事 掌心方面 为这两件事情向你道歉 是吗 对 我错了 我就当到他们认错 她错了 我就要离婚 你所说的她的错是指什么 她和她那个男朋友 在那个杯子里 经常打电话 在你们结婚之前谈的男朋友 是吗 对 那也就是说 你在她和她的前男友这件事情上怀疑什么 她太走得近了 那前男友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你们的生活里 影响了你们 六七年之前 我和她以前是蛮熟悉的 后来我拿当朋友 后来出现这个事情了以后 我就对她比较恨了 周女士的前男友 也是何先生的朋友 大家彼此都知根知底 二十多年相安无事后 这个前男友 为什么会突然闯入到周女士和何先生的婚姻中呢 她又究竟做了什么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